在影片開始前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隨時接收我的最新通知哦 Hello 我是娛樂 來了來了 還記得小時候玩RO的回憶嗎 今年剛好是RO的20周年哦 想起小時候 每天放學就是要上線 跟朋友一起打怪聊天的日子 現在我們可以重新體驗啦 今天要介紹的這款遊戲是 RO仙境傳說 艾盧初劍 準備好跟我一起踏入普隆德拉 出發冒險去 GOGO 先讓我們來帶大家看看 RO仙境傳說 艾盧初劍有哪些職業吧 首先是劍士 屬於近戰 可以當成是打副本的先鋒 除了有監運的防禦 也具有著強大的近戰能力 交給他放挑釁就對啦 二轉騎士之後可以有更強的防禦力 還可以騎成大嘴鳥哦 服飾呢就是一般遊戲常見的補師 他擁有強大的治癒能力 可以幫隊友上buff 還可以復活隊友 平時也可以透過聖屬性的技能 攻擊亡靈 目前二轉可以轉職為神官 加強隊伍的加持 在副本上是不可或缺的一個成員哦 魔法師可以操控多種元素的魔法 對敵人造成極大的傷害 利用屬性相克的機制造成最大的傷害 但是相對的 魔法師的皮非常薄 所以要小心被近身攻擊哦 盜賊可以使出快速的近戰攻擊 前行是他的一大特色 可以前行走到敵人身後 無聲的奮力一擊 造成致命的威脅 使用技能提升閃避值跟移動速度 還可以失毒 讓敵人進入中毒的狀態 再來可別小看商人這個職業哦 商人可以使用手推車攻擊 來對周圍的敵人造成傷害 二轉目前可以轉職為鐵匠 可以為團隊帶來很棒的加成 再來是弓箭手 是遠距離攻擊的專家 有著長長的射程 還有強大的爆發力 從遠處就能攻擊敵人 二轉獵人之後 還可以用獵鷹來輔助攻擊哦 接下來看看我們要怎麼變強吧 最簡單最暴力的增強戰力的方法 就是裝備經驗啦 點開背包 點自己的裝備按下經驗 就可以帶我們到裝備經驗的地方哦 在裝備經驗之前 我們必須要先準備經驗消耗的材料 可以透過極限挑戰 惡魔寶藏 跟喵果槍墊來獲得這些材料 不過經驗會有成功率 有可能成功 有可能失敗 經驗上去 屬性就可以增加 如果經驗失敗 會獲得一定的幸運值 可以提升之後經驗的成功率 再來是卡片 只要解成就 跟委託 打冠 還有打MVP 都有機會獲得魔物的卡片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裝備上打洞 打完洞之後 就可以把拿到的卡片裝上去 來增加自己的能力哦 如果不知道要裝什麼卡片 可以點選右上角的推薦卡片 裡面就可以篩選你的主要流派 就會推薦你適合的卡片哦 看到我身旁可愛的小生物了嗎 這是我的寵物哦 透過寵物系統 可以召喚各式各樣的寵物 來陪伴我們作戰 除了可以帶給我們一些屬性加成 寵物自身分為不同的種族屬性 可以相克 而且啊 寵物還分成單體攻擊 群體攻擊 傷害抵抗 即輔助支援四種類型 所以在我們進行任務的時候 可以選擇不同的寵物組合來搭配運隊哦 像是亞爾夫海姆 需要配置兩個前鋒寵物 跟兩個後補寵物 當前鋒被擊敗之後 會換上後補 所以在配置的時候 可以分配一下 不要兩隻都是輔助 反而會沒有什麼效應哦 另外像是工會副本的時空意象 每次要打的BOSS屬性都不同 要帶的寵物就可以特別挑選 特別屬性的寵物 在寵物的資質這邊 就可以看到有屬性技能傷害增加 就可以好好的配置一下寵物了 所以寵物也算是這款遊戲中 滿重要的一個系統 因為可以幫助我們一起作戰 又有許多重要的副本 會需要他們的幫助哦 再來是我最喜歡的時裝系統 玩遊戲就是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除了投資抽取之外 可以在遊戲內 透過兌換魔物藏品商店 還有神秘商店來獲得時裝 我們可以透過獲得時裝 穿上自己喜歡的時裝 可以增加一些些能力 每個時裝的能力都有些許不同 比如這個西瓜冰棒的 受到火屬性傷害有減免 那在打火系BOSS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換上 不穿的時裝還可以放到衣櫃裡 就不會佔任何的重量空間哦 而且可以透過衣櫥來試穿 看看所有的時裝 非常方便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RO仙境傳說愛魯初見的 一些刺激的組隊活動吧 千萬不要錯過這些活動 可以跟隊友一起並肩作戰 首先是賀海姆 是一個有一定難度的副本 每日可以打兩次 每週至多可以完成八次 是我們刷裝備的好副本 分為三種難度 有單人、基礎和困難 建議可以跟朋友組隊一起打 才能獲得最多的獎勵 我和朋友們第一次去打的時候 全軍覆沒 所以建議大家去打之前呢 可以先打開首領攻略 看看首領的習性還有技能 還有要注意的事項喔 另外也要注意隊伍的配置 這樣的副本 絕對要有騎士和神關 才能順利通關 每週三的晚上七點半 有三對三的擂台賽 我們可以找隊友一起參加 如果隊伍不足三人的話 系統會幫我們匹配跟其他玩家一組 擂台賽總共有五場戰鬥 每場都是三分鐘 戰鬥開始的時候 每個玩家都有五分 被擊殺一次就會扣一分 直到扣到零分的時候 玩家就無法復活了 所以在勇猛的PK之餘 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血量 租個神關 也可以增加團隊的效益 擂台每次決鬥 都會匹配到不同的對手 非常精簡刺激 MVP就是所謂的野外BOSS 精英跟迷你每天可以打五次獲得獎勵 有機會獲得頭飾 羽毛隨機箱跟珍貴的卡冊 跟著朋友一起組隊去搶MVP吧 再來如果平常的PVP打不夠怎麼辦呢 或者你想要繳一群人互相切磋 可以到鬥計場開啟房間 直接摳人一起來隨機分配隊伍PK 最多可以讓20人 也就是10V10PK 比出大家的真本事 接下來要分享的是 RO仙境傳說愛魯促劍中 非常強大的工會系統啦 當我們達到16級 就可以加入工會或者是創立工會 可以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們一起聊天 打副本 不僅可以拿到工會紅包 還有工會技能可以點增強自己的實力 每週除了可以解工會任務之外 在每週的2、4、6、晚上7點 會舉辦工會宴會 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吃吃喝喝 還有烹飪比賽喔 和大家一起同樂 真的是最好的時光 在晚上8點的時候 會開啟工會探險 我們要跟工會的大家 一起組隊去打探險的MVP 探險MVP會出現在不同的地圖 每張地圖會有3個刷怪點 要和其他工會搶著輸出傷害 因為會開啟PVP的狀態 所以很刺激 建議一定要加入人多的工會 一起抱團輸出 結束時 每支MVP都會獨立結算 計算傷害賺比之後 獎勵會發放到工會拍賣中 而且參與的人越多 獲得的獎勵上限會越多喔 大家一起集結打副本吧 還有最重要的是 工會副本 《時空意象》 我們可以帶領4隻寵物來進行挑戰 每次時空意象的魔物都會不太一樣 挑戰的時候 根據我們的傷害還有治療量 計算挑戰積分 我們就要好好的累積工會的積分 在結束的時候 除了可以獲得個人的挑戰獎勵 還可以參與工會拍賣 拍賣之後 就可以獲得工會拍賣的分紅 是獲得鑽石的重要管道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加入工會 積極參與工會的活動 才可以獲得更多更多的獎勵喔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看完之後大家是不是迫不及待 想要加入我的行列呢 RO仙境傳說 艾如初見 現在已經上線囉 遊戲中傳承經典多職業系統 要玩就玩正宗的 在影片底下資訊欄 有遊戲下載的連結 大家可以輸入我的專屬禮包碼 領取禮包喔 還有更多更多開服的福利 等著大家來玩喔 趕快去下載吧 請回答 請回答 請回答